好 開玩笑 謝謝 我就接著徐環康老師的討論 我還是會從比較方法論的東西 來跟各位討論 就是說 就是說事實上 從科學面向來講 我們知道它有非常多的數據 所以一個哈佛 Kennedy School的 徐環康德斯諾 他在2010年也寫了一篇短文章 我現在跟他非常有意義 他說我們如果從IPCC這個Scale of Knowledge 我們要盪到Scale of Meaning 就是說我們社會科學 或是說我們在跨領域整合的這個 就如何將Scale of Knowledge 就是IPCC這種大的氣候資訊 氣候資訊是怎麼盪到我們社會科學 行動面 意義面 生活面 法治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 那我今天大概說方法論上 大概是說集中在前面幾個 我就直接談 我就說Cheological Framework跟Nestology 那先這樣講 就是說我自己對台灣的整個氣候跟能力的轉型 我認為是三個螺旋面的運動 那它第一個就是有國際的垂齒的壓力 就是整個COPTENY1或是從1998的TELTO PLUMMING 的GREEN CONVENTION的 就是這個Vertical Pressure Plumming的National Green Convention 那我們也有社會水平的壓力 越來越多的民眾期望給乾淨的產業 但是我們現在要有三個 我認為它是一個三個螺旋的運動 在這兩個垂齒跟水平壓力底下 第一個是Energy跟Energy的Selection 第二個是產業的轉型 第三個是COPTENY1 那我們選擇Energy就是選擇綠能 選擇核能或選擇COPTENY1或是LNG 基本上就是跟排泰有的關係 這是國際的壓力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在台灣現況底下 包括我們在亞洲裡面 我們都是高排泰的高碳經濟體系 那所以這個地方如果我們沒有轉型的話 會面臨非常大的問題 其實這是一個現實的結構 那再加上如果我們再去concern 會進了這一年多 這一兩年來台商會有的問題 第三個是通路的問題 那我認為這是一個三螺旋運動 對台灣的這個壓力非常的大 那我大概還是從Wilbeck的角度來看 我說Wilbeck在談Rugless Modernization 大家就知道它是一個反真性的現代化 這樣的一個概念就是要回到自己的社會 象嵌在自己的時候 去反省自己的社會制度跟行動跟政策的問題 那Beck在他的概念 大概在2000年左右 他開始去體認是說 這樣的一個概念其實要變成一個 轉化到是說cosmopolitan governance 就是世界主義治理的概念 所以他寫了一些文章 他講說我們社會科學的概念 要從Message Nationalism 到Message Cosmopolitanism 這概念老實講很簡單 就是事實上現在全球同時在發生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社會科學的研究 也不能只放在內國的一個制度的 或是政策或是各種社會運動的角度 我們要看全世界發展的東西 所以這個整個研究方法 會從所謂的方法論的國主主義 到方法論的世界主義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裡邊他非常強調是說 即使我們談方法論的世界主義 無論是即使不只是氣候變遷 我們看到食欄的問題 疫病傳染的問題 空汙的問題 無色的問題 全部都在世界各地發生 這樣一個變遷他還是強調是說 但是我們還是要embelly the nation 我們還是要回到一個國家內部 看它的制度面的東西 那我近年的觀點一直在說 回到國家內部是不夠的 尤其如果我們來看 東亞的這個高碳經濟的概念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東亞這個China是最大的排泡國 它現在排泡超過91公噸 日本位居第五位 排泡工業是11公噸 南韓只有5100萬人口 大概台灣的兩倍多 它是碳排占全世界第七位 排泡是5.9億噸 那我們台灣是2.8億噸 但是我們的人均排泡是大概10點 人均排泡大概是10.8公噸 如果在1000萬人口以上 我們排名是全世界第八位 所以很簡單就是說 東亞包括China包括日本 包括台灣包括南韓 即使你現在包括南亞 我們都是有非常強的高碳經濟體 那為什麼會知道高碳經濟體 是跟這些國家過去都是follow 整個西方的這種工業發展的 這個線性所造成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認為是說還是要從Regional Ambed in the regional的概念來看 這是第一個跟各位報告 第二個就是說BEC這個方法論 事實上他在2006年 有一些在做轉型管理的學者 找他寫了一本蠻有趣也蠻重要的書 就在談如果從 從reperist modernization轉到reperist governance 各位各位就是理解reperist governance 或reperist governance這一路 所以這幾個學者 現在有一個代表性的學者 就是Green 他有一篇文章叫做reperist modernization as a governance initial design and shopping restructuration 那他們這些人其實就想試圖 也找到一個理論的基礎 說我要反正轉型管理 是一個比較下位 開始來談一個社會變遷社會轉型 會遇到哪些困難 要有learning process 要有一個guiding version 就是要有一個圖像 要有一個scenario 然後練習的時候 try and yellow 不斷改變 但是他們還是要回到 back這個reperist governance 這個概念 做一個基礎 所以在這個基礎底下 其實這個社會科學理論 其實大家的共通 轉型管理理論 到最後還是會跟我們過去 在談歷史制度 或是各種制度 你會談到paste dependency 所以paste dependency 大概我想各位可以看到 一個國家內部的這個認知 或者對產業、對經濟、對社會 或是對各種發展認知 他的cognitive 他的institution怎麼設計 他的技術面向怎麼發展 還有就是他的技術的基礎 還有這個經濟的pattern是怎麼樣 讓各位看到 如果我們看台灣也是純東亞 高碳經濟體這樣的比較過底下 就非常清楚 那轉型管理理論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 就是說這個好像是 就是這個我們裏面今天可能有時間 談到就是 OVNR談的那個systemic risk 就是它是一個系統風險 當這些人滾動的時候 如果你這些東西不處理的時候 它到一個typing point的時候 整個補牌消費 整個社會不會垮掉 那我們看到台灣其實有蠻多偵破 是這樣子的 譬如說補優馬澳這個自動煞車系統會關掉 那血稅裡邊也這個好像失火過 類似這樣 應該是說這個消防系統失禮 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看到八千錢爆 我們看到台灣在處理氣候變遷的 恥滯跟緩慢 那所以各位可以想到這就是一個 那他們認為是說社會轉型 但是你從另外一個面向 它到一個轉換點的時候 如果說你能夠轉型過去的時候 其實很快的社會就會進到下一個階段 那我們下面張國威老師就會談更多的 整個社會技術理論 那是另外一個類似的一個架構 大概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社會技術也會談到 我們經常社會科學關心的這個market step 然後regulation value 種種的東西 那這個概念裡面有提到 比如說UK的整個社會技術體系 對於能源對於紀錄變遷跟德國 是怎麼樣的一個取向 那UK是屬於比較debrew market 所以他們是怎麼樣比較怎麼放任的 那德國是比較這個屬於社會民主的 所以他們有很多的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那中國是相當極權的 所以他們的這個能源其實跟台灣很像 有國有企業 有台電 有中油 有類似這樣的東西 所以在這樣不一樣的社會技術體系 我們要面臨轉型的時候 尤其我們又面臨有很強的 這個工商團體的股缺的這種論述 所以這個影響非常的大 各位可以看到這架構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經常就是在思考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能一起來未來共同的努力 雖然有人談這個問題是說fors 我們在亞洲其實還是一個 dependent state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樣的一個概念當然加上過去的能戰的體系 我們有比較威權的這個專家政治的概念 然後我們有比較隱密跟遲滯的風險 我們經常很多東西是涵蓋過的 剛才在跟徐老師跟周老師談說 我們的那個所謂的資料開放 那根本沒有真正的資料開放 那大家都知道 在國內做研究 你會常常遇到很多資料的問題 那政府不願意拿出資訊出來 包含遇到各種這個在政策上面 常常都就欺負風險 甚至認為那不是風險 那我想我們過去都有一些類似的研究 我想就是說就是大概這幾個概念架構 從這個cosmopolitan government 就是說當氣候變遷或能力或相關 都是一個世界主義自理的架構底下 我們再回到我們內國的這個社會轉型的架構 回到我們過去的這個歷史跟政治的傳統 大概我們大概就是會從這幾個架構來看這個問題 那你用這個東西同時你去思考南韓 你去思考日本 你去思考中國 其實都有非常相近的路徑 所以我們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 知識網絡的建構底下 我們有沒有一個企圖心 就是說我們都有發展跟西方不一樣的關懷 我們就是相機關懷 我剩幾分鐘 還有五分鐘 還有五分鐘 好 那大概就是講完這個方法論的部分 待會兒有時間再跟 那底下有一些PowerPoint的數據 說台灣有一些其實 徐老師剛剛都講了 我們台灣有非常長的排碳系統 那就是產業的面向 像尤其我們有這個高碳產業 那產業當然如果你從部門推算 產業佔全台灣排放大概一半 接近一半 但是我們的這個石化工業跟鋼鐵 排放量是佔滿高的 從各位可以看到統計數值 這令人統計數字 但是他們的這個GDP 他們的這個GDP的貢獻事實上是都滿低的 所以這裡有一個大家思考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台灣到底石化產業耗了這麼多的能 跟排放這麼多的碳 現在怎麼收 怎麼轉型 那如果不轉型的話 事實上它有沒有 這個在亞洲也沒有市場競爭力 那我們的電子產業 基本上我們有一份報告 電子產業的用電量是一直拉高的 那電子產業的GDP 現在貢獻大概是15%左右 前天還有一個新聞說 台積電對台灣GDP貢獻就已經4點多了 但是石化業長年以來 嚴格的定義是石化業 對台灣GDP貢獻是不超過2 是大概2左右而已 耗了這麼多的電的產業 耗了台灣這麼多碳的產業 在一個又有這個新的 又有電子業的這個架構底下進來 怎麼去做一個政策上的大型的總彎 這就牽涉到我們的深度減碳 或是我們溫光碼如何實踐的問題 你如果這些東西都沒有認清的話 光能講 政府幫能講排碳 事實上是沒有力道的 所以這會面臨很強的政治經濟衝動 那我們從剛剛的社會轉型理論裡面 它還是會拉到一個 大家最新最熟悉的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所以回到剛剛徐老師 講那個中英恩師錄影報告書裡面 第二項的建議就是 要啟動這個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跟所謂的民主審議 就要透過一個社會的壓力去思考 怎麼樣去進行這樣的一個產業的轉型 那假設台商還沒有回本的時候 這個態勢已經壓力非常大 就是電子產業用電量是升到非常多 但是台灣剛剛有一個危機 就是我們的外銷導向過度放在電子產業 這是前兩三年 前兩三年也談說半導體大概不行 台灣要找下一個出入不知道怎麼辦 那其實這大概是三年檢治 那現在因為AI起來了 又最近一兩年的台商回流起來了 事實上這會變成一個重新的佈局 但是現在不知道台商回來 會用多少的電 會排多少的碳 它在製程裡面 所以這要重新來計算 但是就是說在這個變局裡面 我用經濟部的一句話 就是說台灣過去幾年 每年都得到100億的投資 現在到今年到現在已經超過5000億的投資 那未來到2022年的話 總共會四兆的投資 所以就是說台灣其實現在 怎麼重新去盤點這個東西 其實應該要啟動向 德國的所謂的這個 Climate Action的這個Planco 就是說全國要開始來認真討論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對台灣影響非常大 否則我們的排山量一定會再增加 這是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架構就是 我看一下這邊還有什麼資料 這些我想都不用談太多 這是化石燃料補黑的問題 我放最後一張圖 這是過去談台灣社 這個就是台灣的深度減碳的一些期程 我放最後一張 我們五月二日子 好 就是剛剛徐老師談到這個 國際商的R100 R100我那天聽陳公宏董事長 我還沒去確認 他們R100他們現在要求用綠電一年要到3600億度 那陳公宏董事長那天有講到一個key 他說台灣現在如果我們的耗農產業被 或是跟國際接軌產業被要求用10%的綠能的話 我們現在只有361度 但是如果被要求20%的話 或是更高的話 台灣的綠電根本就不行 不夠 那這會產生電單轉移的效率 簡單來講就是台灣的能源轉型太慢 過去 那台灣下面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在剛剛徐老師畫的那個期程裡面 我們如果能夠加速我們的綠能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就是減碳的效率會出來 所以現在的規劃大概是說 現在民進黨政府的規劃是這樣 到2020的時候減碳1% 然後2021減碳2% 2025減碳10% 2030的時候就像NTC減碳20% 從2005年為基礎到2050的時候減碳50% 但是基本上這個是鑲嵌在綠能的發展 所以這個有非常多的面向 一方面就是說國際上事實上 現在已經發展綠能已經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那它也不會牽涉到只有製造業有在台灣的問題 它會包含新的產服務業 新的專利 整個會有一個新的地攤機器的形態會出現 所以國際上 然後第二個說 台灣現在如果還是以製造業為體系的 這個發展態勢的話 當國際要求用更多的綠能的時候 我們這必須要進步出來 所以現在是台灣現在面對 第三個當然就是說 整個高排碳的產業怎麼去餵 那這個我想歷免的執政者 可能都沒有辦法去承受這個壓力 這需要很強的社會壓力 我想大概說這幾個東西 大家要來思考一下 那由上而下過程 社會壓力 那政府在那邊 如果能夠組成這樣的一個獨立委員會 然後在政策上有壓力的話 我覺得是才有很轉型的可能 否則大家想想看 這個現在工種還是在談五缺 工種還是給我30秒 工種還是在談五缺 五缺其實是一個假的論述 那其實你真的去盤點台灣很多東西 土地並不是不夠用的 那電並不是不夠用 都是配置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其他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整個台灣的配品 那我這個表示在談是說 我們在政府面 在產業面 在C4 Society裡面 尤其台灣我們過去在C4 Society 在社會運動裡面 對氣候變遷這一塊是比較弱的 那去年跟前幾年是夾雜在空污 現在怎麼把空污的壓力 轉移到氣候 氣候制度的壓力 我想是一個可能性的發展的預計 我報告到這邊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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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